我们的调查官怎么会变成人人喊抓的嫌犯呢 这位前调查官叫蔡汉凯 之前他在离职之后就转型 成为了知名的财经作家 叫卧底小蔡 那时候其实他在台湾 就因为炒股捐益被判刑通系 没有想到他仍是逃到大陆 还继续嚣张 继续在他的脸书粉专跟官方网站 教大家怎么去操作股票 那有些投资人可能看了讯息之后 会想办法联络到他 有人是找出版社联络 付了三十万的学费才发现 这小蔡他确实会教你 但他会一直惩恿你花钱投资 那本来说好 如果有亏损他就把余额退给你 现在有人就碰到一个问题 亏损了钱拿不回来 还被他呛说他人在中国被高官保护者 同时告诉同学 分析财经趋势还找来宾分享经验 他其实之前是调查官 自称是卧底小蔡 后来改行出书 当财经作家却涉嫌吸睛 蔡汉凯被判刑通气躲到中国 但台湾还有小助理当他的分身 只要有人透过出版社找上门 就先收三十万元的视讯教学费用 再半哄半骗说他亲自买卖股票 赚了钱很大方说四六分账 还打包票说账面亏损超过百分之三十的话 就会马上退场 也会把剩下的钱返还 有人集资五百万元 先试水温观察看看 蔡汉凯虽然每个星期都会公布 绩效分润奖金看上去很透明 一开始每个人每个月 可以分到几十万元 一个拉一个加入 最后却连本金都拿不回来 只要有人提出质疑 蔡汉凯就会直接呛说 他逃到中国之后就被吸收 负责发文骂台湾政府 YT频道也是中国官方出资 目的就是要对台湾持续进行统战 而且他还不会言大喇喇说 有中国高层保护 台湾拿他没辙 蔡汉凯的脸书还不断更新内容 但很多被害人都被他害惨了 甚至以债养债压力很大 记者尝试透过他开设的社群平台 还有通讯软体 要向本人查证被指控的内容 不过都没有获得回应 目前已经有不少投资人 向调查局报案 透过司法程序要讨个公道 华市新闻黄佩华 汪前晃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